Hello 大家好 我是Ivan 今天我們來到金鐘 金鐘郎堂的中心 打算看看一間曾經很多人光顧的超市 阿布泰 阿布泰有非常多的分店 包括銅鶴灣、旺角和金鐘 金鐘這間開了不夠一年左右 算是一間比較大的旗艦店 開在高檔區 和以往的民生路線都有點不同 但現在什麼情況 大家看到這一塊擋風波 都知道了 那麼多手指紋都沒有人抹 就知道應該不是好店 由於它曾經自稱是黃店的立場 所以很多人追捧它 包括一些自稱不買淘寶的網紅 都放一些貨品在賣 一時之間聲勢很龐大的 誰知道去到去年左右 就開始被人發現 原來好像不是他們所說的 我最近去過他們的黃角分店 幾乎看到很多貨價都已經丟空了 我們現在看到金鐘這間分店 其實早幾個月前都幾多房 現在就已經丟空了 剛才很細聲說話用手機拍攝 已經很快被人阻止了 我會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以前人家的Youtuber 過來拍攝 大無私人又沒事的呢 可能跟他們最近被人欠債 追債有少許關係 還有最近我沒有記錯 應該有一位Youtuber去店 很大聲地罵他們的老闆 罵事 不過沒有理由 連小聲說話都阻止 有少許奇怪 可能太過敏感了 Anyway 其實他問我有沒有需要幫忙 很快手過來已經勸了 都是要買少許東西才可以下樓的感覺 如果問我的感覺 坦白說我會覺得 他應該就未必做得出來 因為你看到很多的分店 不算新聞報那些被人追 他的租金 或者供應商追錢 你看到其實很多的分店 貨架都比較刺 我上次去旺角尼丁度那間分店 看到是差不多有五成的貨架是刺了的 那今次金鐘就好一點 那都叫做只是刺了一成本到兩成左右 除了財困的原因 可能因為有不少的供應商 都不再供貨 譬如是杜汶澤去的小道良品 但我看到這間店 其實在貨架上面還有得賣的 應該是舊貨還未清光 但單憑去貨架的情況 看來就不像一間經營狀況良好的便利店 有機會大家走過去看看 就知道我講了些甚麼 不過我就不在這段影片多說 免得被人說我斷腸追義 阿布塔原來早在五月份 已經傳聞會被人收購 但一直都是指紋樓梯響 不知道真實情況是怎樣 如果真的有白武士肯收購阿布塔 我會覺得挺驚訝的 因為做好一個牌子其實相對容易 但一破壞了它的明星 之後想重新建立 就非常困難了 不過最近就有少許確實的消息 傳出是泰國最大的一間超市集團 準備收購阿布塔 不知道真還是假 我們儘管食目以待 今天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